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我们来聊聊,古代的臣子们如何取悦皇帝。 看看说什么话,如何去说,才能够让龙颜大悦。 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,如何拍马屁。 说起拍马屁,它大约起源于元朝文化。 对于蒙古族一般的百姓,如果牵着马相遇的时候,除了口头上的打声招呼外,还经常要拍拍对方马的屁股,摸摸马标如何,并附带随口夸上几身好马,以博得马主人的欢心。 就像我们平常见到朋友的小孩,总要夸上几句一样。 可是,随着人的心思不断变化,有的人不管别人的马好坏,都一味地只说奉承话,把猎马也说成是好马。 后来逐渐人们就把对别人,特别是对级别高于你的人的奉承,称为拍马屁。 用于讽刺不顾客观实际,专门谄媚奉承,讨好别人的行为。 拍马屁也有另外的说法。 例如,如果蒙古族骑手遇到一匹猎性的马,便去拍拍马背。 表达自己的善意并使马感到舒服,减少了马的戒心,从而成是跃身上马。 另外,也有人认为因蒙古人爱马,如果马肥,两股必然隆起。 所以见到骏马,总喜欢拍马称赞一番。 慢慢地拍马屁,就变成了谄媚奉承,讨好别人的代名词。 不过拍马屁这事儿,却是自古就有现象,更是中国古代官场必备技能之一。 千百年以来,可谓无官不拍马,无人不被拍。 但目的似乎殊途同归,那就是通过拍马屁来获得自身利益。 虽然大家看着古今中外那些奴言媚谷,磕头如捣蒜的马屁精,难免心胜厌恶。 许多人认为,拍马屁是只有奴才才会做的事,拍马屁的人肯定没什么真本事。 只会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。 可现实是残酷的。 有人靠拍马屁一路扶摇直上,有人自命清高刚正不阿,却始终在底层沉浮。 人们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嘲笑马屁精,但是,拍马屁也是有高低之分的。 低等的马屁让人觉得尴尬不已,高水平马屁则不着痕迹的令人感觉身心愉悦。 在现实生活中,大家有没有发现,真正的拍马高手却人员极好,情商极高。 人员好意味着,他能调动大量资源来协助自己,高情商决定了他的职业高度。 对这样的人,你会觉得一无是处,令人不齿吗? 对于如何有技巧地去拍马屁,鬼谷子曾经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。 他说,宁言者,产而于衷,先译成欲者,产业。 在这里,鬼谷子告诉了我们,拍马屁就是用语言产媚巴戒别人,是为了显得自己很忠心。 那么,什么是产呢? 这就是要事先揣摩别人的心思,领会别人的欲望和需求。 只有了解别人的心思,你才能知道应该拍哪一方面,然后才可以去拍马屁。 在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,数不胜数。 例如在东晋后期,环旋拥兵自重。 最后干脆消灭了,掌握朝政之司马道子父子。 篡位自立,建立环储,改元永史。 相传环旋登位的时候,在皇宫中刚坐上玉座,椅子突然塌陷。 正当群臣君大惊失色之时,大脑灵活的势中殷仲文开口说道,这是因为陛下圣德身后,连大帝都在不起了,所以玉座才陷落下去。 只一句话,便将天谴说成了天韵,化解了皇帝的尴尬,不由地令环旋大悦。 自此,殷仲文变成了环旋的德义侍从,还有在南燕建平六年,也就是405年,南燕皇帝慕容德去世了。 由于西夏五子,其哥哥北海王慕容娜的儿子,慕容超继承了皇帝位。 慕容超登基后,宠信旧部公孙五楼,听信其言。 大沙功臣,实称玉德侯,是五楼。 慕容超对外连年征战,又喜好游猎,使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。 有一年的冬天,南燕都城广固,如今的山东青州市发生地震。 南燕境内的河流,如水枯竭了,黄河,积水冻住。 而年水,却连结冰都没有。 出现了这些自然现象,让慕容超觉得,是上天在警告他。 他不知如何是好,为之苦恼。 大臣李轩看出了皇帝的烦恼,就安慰皇帝道,年水之所以不结冰,是因为流经都城,禁于日月啊。 听到大臣李轩,把自己比喻为日月,影响到了天地。 慕容超听后,心情大悦,卸下了心病,大大赏赐了会说话的李轩。 人们常说,半君如半虎。 帝王身边的大臣们,大多具备极高的情商和才华。 为了自己的仕途,绞尽脑汁取悦皇帝。 所以他们的一些马匹手段,确实是让人出乎意料,不得不叹服。 从古至今,拍马匹可算职场中一个长胜不衰的技能。 掌握此技能者,不但能前途亨通,还能左右逢源。 但是,拍马匹,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。 而且,拍马匹,也是需要天赋的,不是人人都能做好它。 有人曾说过,拍马匹的最高境界便是,拍得能恰到好处。 听起来好像实话一样真实,但又能让受拍者欣然接受,不觉得肉麻。 让听到这句马匹的人欣然赞同,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 将马匹拍到如此境界,的确是需要一定功力的。 古往今来,高超的马匹功夫,数不胜数。 将马匹拍得有高超水准的,要算是武则天的宰相杨再斯,奉承他的男宠张昌宗的例子了。 历史故事,就离不开历史人物。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杨再斯。 杨再斯的生平是634年到709年,名为申、自在斯。 他是郑州元武,今河南省元阳县人。 任唐朝的宰相,是东汉太尉杨镇的后人。 杨再斯出身于洪农阳市元武房,以明经籍地,起家玄武县位。 担任过吏部元外郎,御史大夫等职位。 并在武则天,唐中宗年间,曾两次担任宰相。 出寿同中书门下三品,累拜中书令,内史,适中,册封为郑国公。 据记载,杨再斯善于迎合皇帝,会阿于奉承。 从而官运亨通,在政治斗争中始终屹立不倒。 杨再斯历任两朝的官职,前后担任宰相近十年。 有人说他做官只会唯唯诺诺,从未举荐人才,只是一味地迎合皇帝。 因而深受武则天、唐中宗的宠信。 他也因此在政治斗争中保全性命。 杨再斯当了十多年宰相,全靠阿于谄媚,取悦君主和当权者。 小心翼翼,态度恭敬。 曾经有人问杨再斯,您地位尊贵,为何委屈自己呢? 对于人们的疑惑,杨再斯回答道,世道艰难,正直的人先取货。 不然,我哪能保全自己? 我认为,在现实生活中,杨再斯的话很有道理。 他就像江河上的一片落叶,为了不让波浪吞噬,选择随波浮沉。 我想,这也是杨再斯得以善终的原因之一。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。 话说武则天当上女皇帝之后,枕边寂寞难耐。 他的女儿太平公主,便为他送上一名男宠,以解孤寂。 这名男宠就是张昌宗,此人样貌奇美,属于人间少有。 而最重要的是,传言他的床子功夫十分了得。 当夜被武则天试用之后,就表示十分满意,封张昌宗为飞奇大将军。 这个张昌宗自己受宠之后,享受着荣华富贵。 后来又对武则天说,他在宫外还有一个哥哥叫张玉芝。 不但精通床子功夫,还善于制造春药,能令人返老还童,功效起家。 武则天对此也感到好奇,便让他将哥哥招入了宫中。 这个张玉芝果然也是个英俊之人。 武则天试用过后,觉得张宗昌的话属实,没有骗他。 所以喜不胜收,从此对这两兄弟更加宠幸有加。 为了得到武则天的宠幸,张玉芝将自己研制的春药尽献给武则天。 不知道是歪打正着,还是药效果然了得。 据说武则天在67岁的时候,居然长出了新的眉毛。 69岁的时候,居然又长出了一颗智齿。 由此,这张室兄弟,在朝中的地位,更是不可撼动了。 这张室兄弟,长得貌如美玉,面如肤粉,纯若涂枝,是不可多得的美男子。 此外,他们的嘴上功夫也是了得,嘴巴甜,拍马屁拍得出神入化。 他们天天将武则天,哄得团团转。 不但为他们加官进爵,还赐给他们多项特权。 让他们能纵横朝野,无人敢多言。 对于这两个人,朝中许多人,都是极力巴结。 希望能够借着这兄弟俩的影响,在朝中能爬得更高些。 其中弟弟张昌宗,因为排行老六,又被称为六郎,他比张一只还要英俊一些。 所以,朝中一帮善于钻营的大臣,都纷纷对他进行称赞,一时之间说什么的都有。 出于个人能力有限,他们拍马屁的功夫,实在是不怎么样。 其中一位说出了六郎四桃花这样的俗话,而其他人却觉得很好,便纷纷效仿。 但这样的马屁拍多了,也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。 就在大家急于想找到新的招数的时候,杨在斯大人出场了。 在众目睽睽之下,杨大人脸不红,心不跳地说道,都说六郎四莲花,依我看这说法不对,应该是莲花四六郎。 六郎比莲花还要美些。 这个马屁一拍完,便引起了大家的一片叫好声。 马屁上加马屁,就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。 很多人认为,杨在斯的官运亨通,与他会拍马屁,是分不开的。 据新唐书列传第34,记载有,杨在斯,郑州杨五人,为人宁而至。 杨在斯直接从玄武卫升到鸾台侍郎,同凤阁鸾台平章式,相当于宰相,兼左肃正御史大夫。 从他的官路直线上升就可以看出,这个人是个聪明人。 他的聪明,全部用来娶媚女皇帝武则天了。 只要是武则天喜欢的,他就奉承。 只要是武则天讨厌的,他就抨击。 张氏兄弟,作为武则天的男宠,杨在斯就没少奉承他们。 例如,有一次张昌宗犯了法,私刑少卿还厌犯,要求武则天,免去他的官职。 武则天有意袒护,就问杨在斯的意见。 让他说说,张宗昌有没有功劳。 明白武则天心意的杨在斯说,张宗昌耗费心思,为陛下熬制丹药,并陛下龙体康复,这自然是有功劳的。 这样的话功过向底,张宗昌的官职得以保留。 还有一次在宴会上,张一芝的兄长张同修嘲笑杨在斯的连长得像高丽人。 对此,杨在斯丝毫没有恼火,反而起身跳起了高丽舞蹈来助兴。 拍马屁是杨在斯的人生哲学。 他靠着拍马屁,安享荣华富贵,将礼仪廉耻,乃至良心,都泡到了脑后。 在唐诗记事里,还记载了一件拍马屁的事情。 说的是,武则天一天来到洛阳龙门视察,令在场的群臣作诗以继之。 并许诺,首先完成者,可获赐锦袍一件。 左使东方求闻思敏捷,第一个完成,并获得了锦袍。 可他刚把锦袍穿上,还没暖热乎,就被转赐给了宋知问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原来宋知问所作《龙门映制诗》中,前两句赞美了龙门的美景,后两句则直接拍起了女皇马屁。 意思是说,武则天继位后,虽然天下太平,却不喜欢在宫中享受。 而是不辞辛苦地出来体验基层疾苦,实在是圣名伟大。 失诚之后,武则天的虚荣心受到极大满足,原本东方求身上的锦袍,自然被转赐宋知问。 宋知问一拍成明天下文,这件事历史上被称为龙门夺袍。 在宰相的级别里,还有一位拍马屁高手。 我们接着看看他是谁。 在中国的历史上,宰相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职业,比较特殊。 上要辅助君王,下要安抚群臣。 可谓是责任重大,马虎不得。 许多人千辛万苦爬上宰相的高位,却在临门一脚的时候犯了失误,被罚下场。 例如,明代第一件像严嵩,将家境皇帝糊弄得团团转。 但最后,依然没有得到善终,饿死在了街头。 所以,做宰相,除了要能力卓越,胆识过人之外,还要在为人处事方面,做到圆滑。 做到兵来将党,水来土掩。 能处事不乱,便是不惊。 这方面,五代十国的冯道,可谓是做到炉火纯青。 冯道生于唐锡宗中和二年,即882年,足于后州显德元年954年。 冯道自可道,好长乐老,盈州景城,金河北省苍州市人,是称时朝元老。 冯道是五代时期的政治家,大规模官客儒家荆棘的创始人。 他历世五朝,八姓,八个家族,十一帝,每个朝代都出任诸如将相,三公,三师之位。 前后围官四十多年,堪称中国官场史上的不倒翁。 冯道早年曾效力于燕王刘守光,历世后唐,后晋,后汉,后周四朝,先后效力于后唐庄宗,后唐明宗,后唐闽帝, 后唐门帝,后晋高祖,后晋初帝,后汉高祖,后汉隐帝,后周太祖,后周世宗十位皇帝,期间还向辽太宗称臣,始终担任将相,三公,三师之位。 后周显得元年冯道病逝,追风云王,嗜好文艺。 他可算得上是中国宰相中的第一高手。 你想想,历史上有谁像他那样,历经十位皇帝,均能进退得当,永保官位。 不服气的人认为,冯道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,也没有安邦治国的才能。 他不过是一个,贪图官位,追求后路的庸人而已。 而且他还缺乏气节,一旦看到苗头不对,便立刻令潘高知。 他写有一首诗,就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。 诗中写道,莫为威时便创神,前程往往有七阴。 中阴海岳归民主,为省乾坤县吉人。 道德几时曾去世,舟车何处不通筋? 但教方寸无诸恶,虎狼从中也立身。 从逢道的诗中可以看出,他是一个见风使舵,识时悟的人。 在唐朝末年,他曾做幽州刘守光的参军幕僚。 刘守光拜后,他又转世大宦官,兼和东军张成业。 到了明宗的时候,他又拜端明殿学士,后来又做了宰相。 也有人认为,逢道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 他从不胜其灵人,始终一副刻苦勤俭的君子模样世人。 有一个例子说的,是在后晋,后梁隔阂而战时,逢道在军中,就住在一个茅草屋里。 当时有个将士抢了一个民间女子送给他,没想到他将那名女子安置在别的房间里,从不招惹。 对待他的上司皇帝,逢道也很懂得分寸。 有一次,水运君将在灵河县得到一个御环。 御环环玲珑剔透,上课传国宝万岁环六个字。 于是他们便把这个御环进献给了明宗。 明宗十分喜爱,常拿出来和众大臣把玩。 但当逢道看到时,并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,阿谀奉承。 而是说道,这是前世遗留下的有形之宝,不足为奇。 陛下身怀无形之宝,才是旷世罕见。 明宗没有明白他说的意思,便问他为什么。 他便说道,仁义者,帝王之宝也。 大宝约皇位何以守卫,则约人。 他的意思是说,明宗是这个国家的无价之宝。 大家看看,这个马屁拍的是多么高明。 既让明宗心里舒服,又显得冯道自己格调高雅。 后来,明宗死了,他又任向于敏帝。 不久,陆王李从柯在凤翔反叛,敏帝领兵就奔去了魏州。 而敏帝前脚一走,冯道就率百官将陆王迎入,李从柯继续用他为相。 公元936年,石敬堂灭了后堂,建立了后晋。 作为后堂的宰相,冯道竟然亲自找到了石敬堂秘伤,最后,居然被石敬堂认为司空。 在石敬堂死后,石众贵继位。 冯道仍然为相,并且加太尉,封燕国公,但这个短暂的王朝,仅仅保全了冯道十一年,之后不久,契丹大军便打来了,攻占了开封。 这时的朝廷一片大乱,唯有冯道方寸不乱,面对契丹王耶律德光的训斥时,也毫无惧色。 耶律德光斥责他几次一主,是不忠不孝的人,不能被信任。 这样的人,居然还敢来上朝,简直是活孽了。 冯道却说,无城也无兵,怎么敢不来呢? 耶律德光又讽刺他,你是何等的老儿? 冯道谄媚地说,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吃碗老儿。 耶律德光听完后,觉得冯道有点意思,便又问道,你这个人倒也乖巧。 我再问问你,天下百姓该如何救得? 冯道回答道,此时即使佛出也就不得,只有皇帝才能够救得。 耶律德光背着马屁拍得十分舒服,便封冯道为太傅。 后来当后汉建立后,冯道又归附了汉,被封为大师。 四年之后,随着后汉被后州所灭,冯道又成为了后州的太师,兼中书令。 直到后州市宗柴荣即位后,冯道一帆风顺的官运,才受到了阻碍。 柴荣有雄才大略,他一向都不喜欢这个曾立四朝,侍奉过九军的冯道。 后来干脆找了个借口,罢免了他的太师职位。 冯道又羞又恼,却无计可施,最后只能郁郁而终。 不管怎么说,冯道这一生,无论天下如何是是非非,变幻莫测,他都是稳坐钓鱼台。 如果没有本事,是没办法做到的。 历史上对冯道的评价有不同的观点。 实在冯道三入中书,在相位二十余年。 相六帝包括李四元、李从后、石敬堂、石仲贵、郭威及柴荣等六位。 冯道虽身为丞相,却往往避免过问及参与财政和军事决策,以免和当权者冲突。 因此,冯道立世五朝,旨在柴荣计划北伐时,做出唯一一次劝谏行动。 他终于儒家思想,认为只要恢复传统,不必有所革新,就可以解决国家问题。 有人认为,冯道把善意归贱及文雅的奉承,两种艺术柔和到完美的地步。 他知道怎样奉承,具有良好幽默感。 同时,具有一种成都的模样。 冯道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儒者,他对儒家之志的了解是模糊不清的。 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肤浅的儒者。 近代历史学家对冯道有了不同的评价。 不少人为冯道辩护。 认为在五代这种政权变动频繁的时代,皇帝对陈下的意态,往往都没有多大印象。 故出现像冯道这种,因是四代十一军,而自命为常乐老的人,时乃时代的产物。 认为,冯道不知廉耻,主要是从忠君爱国的观念去看。 而从务实的角度来看,冯道的累受重用对五代政局与官僚体制的稳定,反而起着正面作用。 冯道在契丹任职时,曾力劝契丹官兵不要杀害汉人百姓。 另外,他还主持国子剑九经的刻板印刷工程,历时二十二年的改朝换代监也未曾间断。 是中国历史上首度大规模以官方财力印刷套书。 在不同朝代之间,周璇能做到这样,很不容易。 冯道贵而不骄的性格,也值得称道。 在梁静争霸时,冯道也随军出征,住在茅草屋中,连床席都没有,就睡在一捆喂马用的甘草上。 他用自己的俸禄备办饮食,与仆役们同锅吃饭。 有的将领将略得的美女送给他,他退却不掉。 便将美女安排在别式之中,然后再寻访他们的主人,将其送还。 冯道在锦城首付孝时,正逢灾荒。 他将家财赠就乡里,亲自耕田砍柴。 同乡中,如有土地荒芜或无力耕作者,冯道都会在夜里,偷偷去为其耕种。 主人得之后,灯门致谢,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。 冯道为人性情宽厚。 相传在后唐时期,公布侍郎仁赞曾在背后讥讽冯道,说冯道如果走得急了,一定会从他身上掉下一本兔元册来。 兔元册是当时私塾教授学童的课本,因内容肤浅,长寿世大夫轻视。 仁赞如此说,显然是在讥讽冯道的学识浅薄。 冯道德之后,并未动怒。 只是照仁赞前来,对他说,兔元册是由著名儒者编撰的,内容丰富,并非浅薄之作。 现在的读书人,只知欣赏科举文长的俏丽词句。 用以窃取功名利禄和功卿高位,那才是真正的浅薄。 仁赞听道后低下了头,感到十分羞愧。 总之俗语说得好,千穿万穿,马屁不穿。 国往今来,马屁这种东西可谓天下第一利器,几乎无往而不利。 所以,善拍马屁者,小则发财,大则升官,更大则窃果。 智不济,也会博得美女青睐。 所以,无论你喜欢不喜欢,拍马屁必定伴随着人类一起存在。 以上就是本视频和大家分享的内容。 谢谢观看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内容,请按赞和分享。 也希望你能订阅本频道,以免错过下一期的精彩内容。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